注意看,这位日本选手完成最后一跳后,震惊全场,不止现场的观众在欢呼,连解说员都沸腾到惊呼称赞 完成这套动作的日本选手更是激动地提前庆祝,好像金牌已经刻上他的印记,势在必得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冠军之位已经被定为日本选手的时候,中国抗日名将杨健踏上了战场,那么他会让日本选手如愿以偿吗? 我们拭目以待,这是2022年国际永连世锦赛男子十米台决赛现场,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有两位运动员 一位是要力争未免的杨健,另一位是要冲击双冠王的杨浩,而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来自日本的玉井路斗 他被日本狂吹是世界第一超越中国选手的人,看到他们这么嚣张的态度,直接激发起中国民众的抗日精神 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场比赛,而是雄鹰与老鼠之间的决斗 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场振奋人心的比赛 首先登台的是日本选手玉井路斗,来看看他的第一跳 入水的时候没有控制好动作,导致水花鸡的比较大 裁判给出了80分的成绩,接下来是中国选手杨健的第一跳 整套动作下来直到入水都非常完美,裁判给出了93.5分 第一轮结束后,杨健位列榜首,日本选手玉井路斗则排在了第七名 第二轮开始了,日本选手玉井路斗有些着急追赶 在这一跳选择了一个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动作 惨不忍睹,剑起的水花都可以交地了 这一跳只拿到了70.2分,来看看杨健的第二跳 动作还是比较完美,就是在入水时角度没有控制好 这一跳拿到了72分,第二轮结束后,杨健排名下降一位来到第二名 而日本选手玉井路斗更惨直接下滑到第九名,来看看第三轮 这一跳玉井路斗选择了难度系数五颗星的向前翻腾四周半 这一跳真是完美,入水时几乎零水花 裁判也给出了全场最高分99.9分 这使得杨健有些压力了 这一跳出现了重大失误,裁判只给出66.5分 没关系,稳定好情绪,我们接着来 第三轮结束后,杨健滑落到第七名 而日本选手玉井路斗则来到了榜首 第四跳开始了,为了保稳玉井路斗在这跳选择了难度适中的一套动作 整套下来还是比较稳的,裁判给出了86.4分 随后是杨健的第四跳 还是比较漂亮的,裁判给出了89.25分 第四轮结束后,杨健排名上升到第三名 日本选手依旧是在第一名,接下来是第五轮 咱也不知道是兴奋过度还是有些迷失自我 这一跳出现严重失误 失误了 这次的水花都可以养育了 裁判也是不负众望给出了全场最低分56.1分 日本选手的这一跳减轻了杨健不少压力 来看一下 漂亮 这么超高质量的动作,裁判给出了91.8分 第五轮比赛结束后,杨健再次回到了榜首 日本选手则是下滑到第四名 最后一轮角逐开始了 最后会花落谁家呢? 我们期待一下 首先上场的预警路斗在这一跳放出了大招 难度细数六颗星 这一跳结束后现场的日本观众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 裁判也是给出了95.4的高分 日本选手更是迷失了方向 以为自己胜券在握 因为中国选手杨健要想保住冠军的位置 在这最后一跳就必须要拿到100分以上的成绩 但是前五轮杨健的最高成绩也就在91.8分 那么他能保住自己的冠军位置吗? 中国人就是喜欢在不可能的情况下逆转成为无数可能 就这样在万众瞩目下 中国小伙杨健踏上了战场 他选择了一套气筋为止除了他还没有人能完成的动作 这一跳简直都不能用完美来形容了 就连现场解说员都惊到了 裁判更是给力地打出了102.5的全场最高分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我们取得了胜利 中国队再次登上了世界之巅 如果你看到了这里 不妨长按三秒 让更多的伙伴看到杨健的英雄之举 感谢观看